身体有一个像带子一样的结构 就是皮筋 它可以把你的很重要的肾 所管的脊椎跟五脏六腑都包在里面 皮筋就是像妈妈一样 把这些东西撑起来 医生啊 你讲这个皮筋很重要 我怎么知道我的皮筋跟腎筋很好不好 如果是我们女性同胞 请你沿着乳房下缘往外 到了你的腋下的中间线的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大包屑 我们的男性观众不要难过 你也是有的 你就在你的胸大肌的下面 也是往外 到你的腋中线这个地方 各位请你两边跟我一样 你把它压下去看看 这个叫做大包屑 各位你压下去 非常痛的话 各位要小心 表示皮筋出问题了 那么肾怎么去检查说 为什么这有肾好不好 你可以把脚这样撑起来看看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伺下去会痛吗 会症吗 我们遇到很多的病友 这个地方第一个大拇指 这边伺下去都很痛 那就表示皮筋有问题 两个脚并起来 脚弓变肿了 压下去会痛 那就是肾的问题 假设我这是脚 对不对 你就这样搓 搓这里 两个脚这样 搓来搓去 搓来搓去 就是我们坐着的时候 重点在摩擦哪里 摩擦这个脚弓的地方 各位你要记得 你要做这些动作之前 要先做什么 搓手 为什么 暖身 让心肺的功能起来 一方面 我把身体的气 跟这个地方去搓 搓 搓 你经常这样搓的时候 你会发现 水肿的几率会变少 脚底抽筋的几率会变少 整个末梢的回流会变好 第三个动作是垫脚尖 就是一个把后脚跟垫起来 一个把脚尖垫起来 好 那各位 你坐着的时候可以坐 站着的时候千万不要坐 那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可能会小腿抽筋 因为平常没有这样练 所以我建议各位 先从两下三下慢慢增加 不要坐太多 或者您坐之前 把小腿肚稍微搓一搓 我们再来运动 骨瘦等一直告诉我们 就是说 你的头一定要凉 然后脚要什么 要修了 它最重要是 让这个气要下到哪里 丹田 头部是重要的组织 高温会损害 导致你有虚性的亢奋 没办法睡觉 高血压 肩颈 头痛等等 所以这些都很重要 那用拳穴 你经过了这个骨盆腔之后 还可以下面引 引到脚跟 有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泡脚 我觉得现在很适合泡脚 你可以把两个脚弓 彼此搓一搓 搓一搓 搓一搓 你再泡这个脚 然后请你睡觉 一定要穿袜子 让我们的脚 不要有 让风有进来的机会的话 抽筋的几率会变少 晚上睡眠的品质 会变好 脚介绍完了 我们跟各位介绍 胸腹部 我们的丹田 要能够动 所以我们请各位 你可以轻轻地去敲 那各位你敲的时候 最好前后都可以照顾得到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盒子 我们的手稍微活动一下 揉揉揉揉 但是这时候手就是要空拳 我建议各位可以从肚脐以下敲 敲到我们的齿骨这里 敲下来 然后你在两边敲 中间敲一次 然后两边再敲 后面也是一样 这个手也是这样敲 从脚椎这个地方 一起敲下来 然后两边一起敲 我们再把丹田旁边的这个鼠膝推一推 丹田只要暖 身体就会暖 脚就比较不会冰 尤其对长辈来说 很重要 皮筋三年律 第二个在哪里 乳房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给乳房 一点点轻轻地压力 轻轻地按 然后你再手往外滑 滑到这里 按摩的意思 这样滑到这个地方 然后到我们刚才讲的大包屑 请各位可以给它揉按一下 再往下走 再按乳房说 你如果发现它有硬块 或很痛的话 那你赶快就医 每天做可以帮自己做检查 第三个 我们说这个喉咙的部分 各位你手搭在你的软骨旁边 你左右推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喉咙切开的时候 你的皮筋三年律 你已经照顾到八分了 我跟各位介绍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呼吸顺气法 双手插腰 然后各位你插腰的地方 其实就是代脉 你可以直接左右转 你可以往左边左右慢慢地转 我们把这个代脉转松了 那第二个就是要提脾气跟降肾气 那第一个请各位掌心向上 因为我先把气提上来 掌心向上一样是放在腰部的两侧 我们吸气的时候 两手往上举到胸口的地方 就是脾气往上提 然后你吐气的时候 请各位两手交叉 然后慢慢地吐 吐到丹田的地方 然后到丹田的时候 我呼一下丹田 好 各位你看看 你要呼吸看看 下面会比较轻松 那我们跟各位讲 这个最后一个动作 就开始要太极气肌 转转转了 一样的我们还请各位 两手交握 各位知道为什么了吗 我把左右的心肺的气 合在一起 请你吸气的时候 掌心朝上 然后慢慢地转上右半身 然后转上右半身的时候 你手可以开始翻掌 气往上的时候 然后手心朝外 然后再慢慢地往下 吐气 然后转上左半身 再从这个左边 右边的地方往上 你慢慢地上来的时候 到最高点的时候 慢慢吐气 然后到这个地方 手掌心向上向外 你就可以把手掌心再转回来 各位你记得 我们做完所有动作 最后要回到哪里 丹田 就像我们这样 刚刚转过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 整个呼吸会变得很顺 等于说我们透过了 呼吸跟手心肺的这个功能 我们把我们的先天跟后天 心肺的功能做一个调节 一旦我们的心跳 呼吸功能都很好的时候 至少你的心理是很健康的 那么未来面临各种 我们生命里面的 不管是来自于身体 或来自情绪的部分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 活得很健康跟开心 我是沈颖医师 今天的金句叫做 天天中医保健 防癌养脑 健康身心 解头脑的渴 开领略之门 人文讲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启